今天聊國際我們要帶來聊的是東北亞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是韓國 韓國最近遭逢了晶片之亂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的市戰通通都被瓜分了 尤其有相關的報告就指出他們的記憶體晶片 全球出口的佔有率 從2018年一直到2022年 當中是年年下滑 特別到了2022年的時候 只剩下兩成不到 當中的媒體就報導說到底是為什麼呢 而且我們可以分為物跟人 這兩件事來看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物 當然就跟晶片有關了 主要還是因為美國強化了出口管制 要拉攏盟國 其實韓國對中國的設備啦 材料啦出口都是明顯減少 這是物的部分 所以在人力部分的話 在韓國現在只是面臨到了各國頻頻挖角 尤其是在美國跟日本的企業 爭奪人才的狀況之下 把目光移到了南韓去 來挖角他們的相關從業人員 所以中央日報就說了 其實在整個全球美國抑制中國 大陸打壓中國大陸的狀況之下 也讓所有的結構跟著改變 包括過去可能美國是負責設計 而韓國負責記憶體 台灣負責製造 日歐則是專注設備上面的 這樣子的分工結構也遭到了瓦解 再來我們來看到台灣其實也面臨到了缺工問題 當然要想辦法解決 但是能把目光轉向的是東南亞 尤其日經新聞就觀察到了台灣少子化 為了要填補半導體的產業 這樣子的人力缺口 所以說我們希望來遭受的是 東南亞的國際學生 包括希望在2030年投入了52億 吸引了32萬的留學生 包括當中有科學專才 技術專才 工程及數學專才等等 當中也希望他們可以留下來工作 因為過去在台灣 讀完書留下來的人 大概是在四成到五成左右 但是現在呢 提供給他們相關的財務支援 希望有七成的國際學生 可以留在台灣 一起加入我國的產業 但是現在台大跟台積電也一起合作 把目光瞄準的是德國的學生 拿出爬山的照片到戶外見走 德國學生Christian來台大就讀半導體學程 趁著空檔到處觀光 也品嘗台灣美食參加台大的中文課程 原本在德國就是讀工業工程相關科系 對半導體課程也很感興趣 尤其還能到台積電台中廠做食物訓練 因為我當然要關注鎮的業務 我當然要關注鎮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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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要求 我希望能夠認識TSMC 最大的產品工程中的世界 我能夠獲得有實驗的經驗 第三次要求 我沒有去台灣或亞洲 所以我希望能夠認識 國家 人 國家 像這樣的外籍學生來台學習 主要是政府推動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 以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後 鬆綁大學法 學位授語法等等 協助大學設置 研究學院促成產學合作 在政府創新條例鬆綁下 加上台灣科技業的人才需求 就成了大專院上招募外籍生很重要的利基點 像是台大與台積電 還有德國政府三方合作 卻送了30名德國學生來台學習半導體課程 30位德國學生有的是碩士班也有學士班 來台大接受一學期的學科訓練 之後再前往台積電做實務訓練 也為接下來台積電在德國的晶圓廠做準備 所以在課程的部分我們大概分成三個模組 每一個模組又有三門課 所以30個學生進來以後就分流 有6個學生到原件這一端 有6個學生到設備這一端 然後再來有18個學生到製造這一端 分流以後他們就是上這三門課 大概經過一個學期就是從2月下旬到6月 會在台大 那由德國政府出資 讓他們來到台灣 那台大的這個部分 就是提供他們這些半導體的課程 那台積電提供他們的Pretical Training 隨著台灣高科技產業在海外拓點趨勢 人才需求不斷擴大 人才庫要夠不僅靠國內的學生 也得向外招募優秀人才來台 這次計畫來台外籍生規模會持續擴大 預計每年要送100人到台灣 勢必得各校合作形成產學聚落 2025的話應該就會有更多的學校一起參與 對那就是跟就是學校有這些半導體 教學能量的學校 我認為這是一個讓台灣的visibility 能進入提升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怎麼把握這個機會 除了台大勤大交大可以擴充半導體人才庫 其他包含人工智慧金融等等領域 也是產創條例的重點之一 這個學院在當初在規劃構思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說 除了半導體這個領域之外 其實接下來馬上人才會空缺的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晶片 甚至AI的創新應用的這些人才 所以我們就開始提前佈局這個領域 綠能是一個未來有無限發展領域的 的一個創新的一個領域 那所以說我們整個學院就是把AI 跟利能這兩個方向為發展主軸 企業想要的外籍生分為兩類 擴充國內研發團隊 有企業國外設有分公司 有外派人力需求 以台師大來看已經有三家企業合作 每個月提供1.5萬元獎學金 讓外籍生來台 一般大專院校除了靠各自學術優勢 由獎學金制度來搶外籍生 現在政府推動產創條例 一共11所學校設置12個學院 加上有半導體科技業金制招牌加持 也盼能藉機打開台灣學術借在國際能見度 TV1新聞中德榮 劉立軍台北採訪 再來從疫情之後 其實全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就是漲價 但其實在日本 第一個我們要先來看到是地價也漲了 而且來到了33年新高 我們先來看到他們的國土交通省說 其實日本的地價比2023年也是比今年 上漲了2.3% 這個數字看起來好像不多 但已經是33年來的最大漲幅 第一個當然還是觀光業的復蘇 導致了訪日的遊客恢復了 還有疫後重返辦公室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個原因 以及半導體的投資潮也被認為是 推升地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沒有錯 如果其實把日本所有的地價攤出來看的話 台積電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2月份開始啟用熊本場 也讓周邊的地價跟著水漲船高 尤其靠近附近的商用地價 大漲了將近3乘3 超過了3乘3 這個數字也是全日本的最大漲幅 除了我們剛剛說了 有遊客還有基礎建設之外 還有加強育兒扶持 也讓鳥取的住宅用地 快速的往上飆成 當中東京還是漲最多的 他們的住宅還有商業用地 漲幅也都來到了7個百分點 應該說它是個非常指標線的物件 也帶動了全日本的地價上漲 再來關係完地價 我們再來看到我們的這個 實用的相關食材的價格在日本 其實也是跟著往上漲 尤其日本消費者現在這個 通膨就吃掉了他們的薪水漲幅 所以連帶他們看到一些高價的 一個相關的食材也不敢買 所以連帶也導致他們的 和牛價格開始往下跌 牛肉漲價但是相關的成本 還是非常高 包括俄屋戰爭 日圓疲軟 以及進口飼料漲價的狀況之下 讓日本的和牛業者非常慘 但也需要補助 所以很多的燒肉業者 會刻意的減少買A5和牛 就是很擔心呢 整個店會被認為說 這是個高價的店 反而讓大家 日本的消費者不敢進門消費 而且其實主要的買 使用這些和牛的人 還是當地的遊客 甚至以成田機場輸牛肉的 這樣子的數據來看 其實賣最多的還是來到台灣 當中歐美人喜歡牛排 而台灣還有歐亞的消費客 則是喜歡受洗燒 但是呢 在台灣的知名海鮮店 也出現了標價爭議 看到價格 新鮮大鮑魚 每100公克 184.6元 像這樣一顆要650元 立刻決定好要餵晚餐 加個菜 但挑選好一秤 蛤 沒有看錯吧 居然要1383元 仔細看才發現 每100公克 怎麼變成207.6元 最後足足多噴了153元 當事人在臉書社團中控訴 鮑魚單價金額和標示 完全不一樣 秤重後 發現根本直接漲價10% 尤其看到價錢後 認為很不可愛 根本多買多虧 我們實際來到海鮮超市裡 買澳洲的大黑豹 標價上一顆大概750元 而我手上的這一顆價格 也落在範圍內 只是價差怎麼這麼多 員工透露跟進貨有關 下午到場發現價錢標示 已經更新英美100公克 207.6元 而遇到標示不實 普遍民眾做法不一樣 他應該去找那個消息會吧 當然跟他理論嘛 反正有管道嘛 我會退錢 因為 價錢太不一樣了 太誇張 認為不合理的東西 可以向我們的客訴 客服中心 來提出這個事實 然後我們了解清楚 我們會做後續的一個處理 商品標定售價成列 應經消費者選購結帳 業者就不應該偏面 以消費者不知情的售價來計價 當事人本來開心以為是撿到便宜 沒想到又花更多的錢 心力難免不好受 TVS新聞楊晴鵬自傳台北採訪報導